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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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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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 您有何良策 帮哀家解此困局 贤妃病情如此严重 不如把她迁往行宫暂住 让她好好养病 也不打扰后宫 康复之后再做打算 好啊 这也是暂缓之计 太后 把贤妃迁往行宫 既远离京城 也不方便照顾 倒不如把贤妃关进冷宫 既有人看管 也不需要劳师动众 万妃言之有理啊 太后 冷宫是囚禁后妃的囚牢 贤妃虽然犯病 但她从未有过 如果把她打进冷宫 似乎不太合理 哎呀 也是啊 李商工 本宫听说吴恒殿 是给年老有病的宫女 做终老养病之地 那儿离皇上 太后的宫事甚远 倒不如先把贤妃牵至该处 等日后有所好转 再做定夺 白妃娘娘所言甚是 太后 属下认为吴恒殿比起冷宫 是更合适安置贤妃的地方 好 既然如此 那就将贤妃牵去吴恒殿吧 九天玄女观音菩萨送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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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行不行 娘娘 您来了 桂枝啊 这是娘娘和她的随身物品 我们把它交给你了啊 行了 多谢二位 好了 我们走了 慢走啊 娘娘 请随我来 娘娘 春花已经跟奴婢说了 娘娘的处境 可我们这儿不必以下殿 什么都很简陋 也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以侍奉您 不过娘娘有什么需要 就尽管跟奴婢说 奴婢会尽力为您张罗的 桂枝姐 谢谢你 您这样称呼奴婢 奴婢会折服的 桂枝姐 一个落难的妃子 还不如落水的狗 你能真心待我 我已经很感情了 以后就不用行主婆大理了 好了 别想那么多了 明明就爱惜休养吧 奴婢去给娘娘热点饭来 谢谢 少长远 桂枝姐 有劳你呢 别客气 你们慢慢带 春花 我和孩子的两条命 是你救的 请是我一败 娘娘 求求师傅 这个地方宅宵,要委屈你了,我跟韩湘现在,也只能做到这样了,你怎么这么说呢,要不是你和韩湘,我就是死在以下殿,也不会有人知道,能有个地方落脚,能够把孩子平平安安的生下来,我已经很感激了,你现在别想这么多,好好照顾自己, 有机会,我跟韩湘,定会向皇上和太后说明,到时,你就可以恢复妃子的身份,经历了一番波折,什么荣华富贵,都不重要,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把孩子平平安安的生下来,对,这是最重要的, 这里是吴恒殿,是个没有人理会的地方,你在这儿安心休养,范贵妃,她是不会来这里找你麻烦的,好好照顾你腹中的孩子吧, 妻巧,参见贵妃娘娘,免礼,谢娘娘,回娘娘,妻巧亲眼目睹,贤妃已被押往吴恒殿, 吴恒殿,是白头宫女等死的地方,贤妃此去,就难翻身了, 妻巧啊,你这次的功劳真是不小啊,谢贵妃娘娘赞赏, 你为本宫除去心腹大患,你想要什么奖赏,这,直说吴房, 妻巧想当司智,帮娘娘成全,你想做司智? 是,是啊,张司智近日身体抱恙,司智房赞由吴掌制主理, 如让吴掌制接任的话,妻巧中途无力插入, 妻娘娘此时向李尚公施压,让妻巧主政司智房。 好,本宫就去请李尚公到此相谈。 映月,去请李尚公。 是,娘娘。 谢娘娘成全。 十分之后,是,你可chutz的武器不与我们。 你不认为别人一个人? 咱们不认为哪儿? 就是,你囡习啊。 我把 infection写alia了。 你不认为我所担致的方法。 你又不认为我宫 shirt, 要是有数数十多? 我别想到你了。 您刚才不愿意了。 我还好。 林掌医带人接物八面玲珑 哪有寝不动之理啊 听说他对私质一直甚有兴趣 七巧想当私质 他未免太想一步登天了吧 娘娘 礼尚公带到 属下参见贵妃娘娘 礼尚公不必多礼 请坐 多谢贵妃娘娘 不知娘娘宣召属下有何吩咐 礼尚公对贤妃迁功一事 应该所知甚响了 贤妃宫中的长仪七巧 曾在本宫宫中伺候过 现在他希望托本宫向礼尚公请求 调签 希望李尚公能成全他 原来是这样 那还不容易 只要任何飞瓶宫中有空缺位子 又能容得下他 只需一旨通令 尚公局哪有不批之理 但是七巧并不想进其他飞瓶宫内伺候 七巧 你想到何处入职 你有何想法 直接向李尚公请求吧 回李尚公 七巧知道张思智近日身体欠佳 七巧愿与他分忧 分忧 你只在宫中当掌医 制作工医 织锦之事 你一窍不通 你如何替张思智分忧啊 李尚公 你说七巧当思智 他是行 还是不行啊 回娘娘 行 不是不行 不过 七巧要想当思智 还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要到思智房 练就一手好针线活 继而设计的功福 要得到宫中后妃们的喜爱 晋升长制后 还得其他几位长治心悦成福 才可推举他当思智 哦 原来思智房升迁 也有这么多规矩啊 七巧 看来本宫要说服李尚公 让你做个现成的思智 是不可以吧 李尚公 有劳你走这一趟 娘娘不用客气 恕属下在此多言 七巧 你若想当思智 思社 思真等职位 还是要多下苦功才行 七巧 你听到了吧 你是本宫宫中的旧人 本宫也很想你有个好去处 只不过有些事 还是要靠实力的 本宫真的是无能为力 我便知道 ash avec mes募 抺法 男人 我认了 回 女人 你好好休息 桂枝姐 娘娘 什么事啊 怎么了 死 你怎么回事啊 桂枝姐 怎么了 写冰淇淋的出事了 快走 快走 张太医 贤妃娘娘状况怎么样 娘娘喝了下台药 可能会休臣 张太医 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保住皇上的龙脉 还有 也一定要保住娘娘的性命 下官尽力而为吧 往后的七天是最为重要的 娘娘除了服药之外 只能躺在床上静养 不能下地走动 所有的事情 必须有人伺候 可是吴恒殿中 人手并不多 我怕万一丹万五 会伤及龙翼啊 桂枝姐 这样好了 我回去跟月宫局请假 娘娘的一切 就由我来照料 你放心吧 嗯 我一路 你我以为的 我还没想到 你走 我还没想到 我还没想到 你来 没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起 春花 你对我这么好 我还这样对你 我对不起 还记得小时候 你在市集 拉住那位大婶 不让她打我 从那天开始 我已经一生一世 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姐妹了 所以我对你好 所以我对你好 是应该的 春花 春花 对不起我 不许哭 你这样哭 会对胎儿不好 张太医说了 这几天 你不可以下床 情绪不要激动 这样 才可以保住胎儿 你一定要记得 我会 我一定会把这个孩子 好好地生下来 那就好 那就好 行了 把药喝了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宫中谁有你这个本事 一婆二主 哎呀 姑姑 你真是异想天开 还想一步登天 登上司制之位和我平起平坐 你进宫才多久啊 你有什么功绩 啊 姑姑 你完没完呢 怎么 给我丢尽面子 我说两句都不成 你知道吗 你干的好事 整个上空局都传得沸沸扬扬 张思智气得病了不说 周思舍 王思善 何思珍都拿话来噎我 说我有个好侄女 二十出头便想当思智 我真是羞得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在宫中 除了你还能有谁让我如此尴尬 姑姑 我也只是想早点出人头地罢了 也是你教我的 在宫中 如果不极力争取的话 很快就会落于人后的 你这叫极力争取 你这叫丢人现眼 忘恩负义 前妃怎么会落得如此严定 你又怎么会和万贵妃有这样的交情 你真的以为宫中的人心里都不明白 明白又怎样 我做也做了 谁爱说什么 就说什么去吧 好啊 你既然那么硬气 你还来找我干什么呀 贤妃已被押往吴恒殿 我现在无处落脚 姑姑 你能安排我到司政房做事吗 司政房 你懂得做什么呀 要你做回一名普通的宫女 你愿意吗 当掌政 你做得来吗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总不得在宫中像个无主孤魂似的 飘来荡去吧 你还发脾气了 你发什么脾气啊 当初你吃两家茶饭的时候 你就没有想到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吗 把贤妃拉下吧 就等于杀了一只会生金蛋的母鸡 是什么 或许议子 你或许议子 你不说 一句话 不算我 现在除了望贵妃 还有谁敢把你收进宫中 你对贤妃做的那点好事 其他妃嫔们嘴上不说 但心里可都蒙白 现在 你只能去求望贵妃收容你了 望贵妃 怎么 她才是你真正的主子 你不求她你求谁 玲玉 娘娘睡醒了没有 我可以进去见她了吧 慢着 娘娘是醒了 不过还在床上歇息 不想梳妆见人 是我的事 你的事 我已经向娘娘禀告了 她说 现在有我和小红两个掌衣 已经足够了 但娘娘也知道 你在宫中像五主孤魂一样 所以 为你特意 多设了一名掌灯 如果你愿意的话 明天丑时 回来后命吧 哎 掌灯 那岂不是都要每天晚上当纸啊 是啊 怎样 觉得辛苦不想干的话 我替你向娘娘禀报 替你推着这才是 哎哎哎哎呀 不要 我 我坐 那好 明天丑时 你来后命 记得 别晚了 你知道的 娘娘最不喜欢属下 没规矩 我知道 春华 这幅百幅图呢 你替我交给贤妃 希望可以保佑他们母子平安 我先带她谢谢你了 谢什么呀 我虽然 无缘生下孩子 但是我希望她 可以渡过这个难关 我们这些当妃子的 除了做这些 其他的也帮不上什么忙了 虽然你们贵为妃子 但是没有想到 你们的命运 比做宫女还要坎坷 这一次啊 幸亏有你为她打点 不然的话 她被人害死在以下殿内 都没有人知道 还要谢谢娘娘你 谢谢娘娘跟太后禁言 让她可以避入无恒殿 这才得以保密 要不是你 现在无论谁 都没有办法好好照顾她 虽然贤妃之前 有种种不适 但她始终都是受人挑唆 才会变成这样 能够帮她一把 我还是乐意的 为了这些事情 她都不知道哭过多少回了 路遥知玛丽 日久见人心 她凑信七巧 付出的代价 实在是太大了 是啊 听说七巧 现在在万贵妃宫中 当掌灯了 我还听说 她找万贵妃 给李商工施压 让她当私质一事 这件事情 宫中传得沸沸扬扬 我也有耳闻 不过最后 她没有当成私质 倒是做了掌灯 害人中害己 我想 她在万贵妃宫中 也不会好过 希望经过这次教训 七巧可以有所改变 呃 娘娘 点心准备好了 哦 春花 这些点心呢 你和这幅白富兔 一起带回去 谢谢娘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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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到月宫局 处理点事情 没想到弄得这么晚 那也是应该的 在宫中自己的本分 是应该做好 但如果 是其他的事情 最好还是少管为妙 知道了 长公 以后不要这么晚回来了 会让人担心的 明天一早 我们就吃早饭的时候再见 早点休息 长公也早点休息 明天啊 相信长公 也是一个悉然艾菜之人 请放颜月宫 一条生命 要是长公不行 para 春华愿意一辈子 当长公的对事 春华 不用了 春华 让我怎么能原谅我自己 我不能带你逃出那四面铜墙铁壁的后果 更让你用一生时间 去伺候那个阴险奸诈的燕人汪植 才能换回我的生命 是我害了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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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